好了好了,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新一節師兄陳述 今節放一條符在那裡,幹什麼呢? 講講一些符啊,講講這些民間的符 怎樣叫為民間符呢? 一些其實可能以前,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我估計了 可能有時候,在某些特殊的原因之下 可能世界太多災難,太多瘟疫之下 可能有些祖師,有些師傅好心 見到民眾這麼慘,不是每個人都找到師傅 好像我們,不要說我們那個 那所以呢,可能在某些情況之下,就會叫做一些師傅 可能就流出一些符給一些普羅大眾 去寫這些符,以前民間很多這些東西 就是你在通勝都會找到類似一些符 給你家貼在那裡 那有這個叫做,當時可能有些特殊的情況之下 就會降了這些符給別人 其實有時候,我不敢肯定 但有時候,好像台灣也有些符機 有時候會出這些符,也不奇怪 但未必是這樣 只不過,我想講一些民間符呢 讓網友認識一下,原來民間其實都有符的 就不是純粹說,一定要你去學什麼神功不神功啊 那些什麼,才有這些東西 那這條符,那符的符名呢 那很厲害,叫做 北斗驅邪符 好像叫做,啊,有沒有記錯 北斗破邪符 那北斗破邪符呢 他寫,當時說,這條符,黃紫 黃色的符紫,就要用紅色筆寫,諸書 那因為一般網友,如果你不是寫著符 不用特意找豬沙 因為你都不知道哪裏找豬沙 那找一支紅色的符 那紅色的符紫,就用黑色的符 那因為由於我拍出來,讓大家清楚一點看到 因為紅色的符寫上,那個字不是很黏的 那個顏色,所以這樣就清晰一點給大家看看 那這條符呢,其實呢,它的功用上呢 我見它說,就有兩種的 就是北斗破邪符,當然是驅邪啦 大哥,是不是先 它都寫明了,北斗星君驅逐邪魔 寫到明,雞腦那樣,但是寫著 那而呢,它亦都有這個燒災,退病,降伏 那我相信,它當時寫呢,就是說 這條符是可以用來靜化一些東西的 意思是你家裡,例如有些人新搬屋 那或者是,有些人去完那些,大酒店啊,醫院那樣 那可以寫一條這些符呢,化去之後找些水,找些沒煲的水啦 那幫人灑一下,或者灑一下那間屋那樣 那都可以呢,叫做民間呢,都有些這樣的符漿 那可以給大家用一下 那這個符呢,就不是我變出來的 是我真的上網找的,我會到時在Youtube那個叫做秘註那裡給大家看的 因為我以前呢,很喜歡學這些符 因為在拜門學神功之前呢 我看很多書,上網啊,連那些印啊 我自己都挑過很多印,很多書 那所以呢,我左看右看,但是這條符呢 這個網主呢,它是挺好的 你當它吹水又怎樣都好,但是它真的挺均真 它都寫得清清楚了,連那個基本的決都給你 告訴你,它只是沒有教你下個符膽而已 那因為有些類似一些特殊情況的符呢 其實下符膽的,也未必一定要的 所以呢,它也沒有跟你說要丟印 那所以呢,一般網友,你說純粹是真的 家裡有什麼特殊情況,那就可以拿來試一試 因為當時呢,我在未學神功之前呢 我用過這條符,那我就不是純粹拿來寫 我在未學神功之前呢,就用傳說中的劍子 那我睡得不好,我記得有時候睡得不好呢 那我就在我睡覺的地方,正上面的天花板 就這樣用劍子就寫這條符,寫出來 寫完之後,那晚就睡到腳一聲,很好睡 那所以呢,網友可以試一下,寫這條符 那講解一下這條符,那寫法怎樣寫 那記得啦,如果用黃紙,記得用紅色筆 只不過,因為我怕看出來看不清楚,用黑筆寫給大家看 那其實這條符,它寫的時候,它也有說明,就是要有符缺 那所以網友可以照一步一步照跟著學都可以 這些符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照寫啦 那它呢,就三剔,道教符三剔,通常的 那它的符缺呢,就不是寫三清祖師喔 那這個呢,這個,它的缺呢,其實在一般書房間的書都會見到的 那它就照寫,那你通常呢,寫符呢,就自己 先沖了涼先啦,沖乾淨涼啦,跟著呢,吃飽飯啦 晚上靜靜的,不要看完,就是不要一直播著電視一邊寫啦 就是要沒有,就是清清靜靜的那時候寫 那那這個缺呢,我都會,因為它的連結都寫完了,到時候你們自己看了 那我現在純粹就講一講,它的寫呢,就是叫做 一筆天地洞,二筆祖師劍,第三筆就一個圈來啦 三筆空神覺殺,急到千里外,那它就一個圈啦 它就用,那就是三剔啦,不過不要緊啦 因為各思各法而已,沒什麼所謂,你用到就行了 它照這樣寫給你,就照講啦 好了,跟著呢,這個就,它就畫一個這樣的圈 叫做,不鑽乾坤定,這樣畫一個圈 跟著一下飛出去,飛落一點啦 因為我這些科學毛筆呢,不用點啦 所以,都不知道它有沒有,那不鑽乾坤定這一畫 那如果看得清楚一點,寫多一次吧 不鑽乾坤定,它那個呢,好像一個心心那樣 啊,這樣,不鑽乾坤定 跟著斥,一動,跟著斬,妖精,這樣的 所以呢,它整個schadule這樣 一筆天地動,二筆祖師劍,三筆空神惡殺,急到千里外 不鑽乾坤定,斥斬妖精,這樣啦 那我們寫到這裏 那跟著它就繼續下啦 剛才我們把那個板放在旁邊,大家就看著 那我們再寫多一次吧,沒所謂啦 不鑽乾坤定 斥斬妖精,這樣 跟著它去到這個呢,就是一個位置來的 這個呢,它應該是skip了一個語字的畫 就做了上面這一畫 就做了一個語字的行頭 好,這條符呢,讓我寫一文 那,閻,帝,閻 那這個位置呢,那是甚麼位置來的呢 那這個位置呢,就是這條符的主神來的 其實是,由這個主神出來的 這個位置呢,就是真武大帝 真武大帝呢,在道教裏面呢 那個,那個叫做,那個職位好高,好高,好那高 他是北極紫薇大帝的四位猛將來的 驅邪,叫做伏妖除魔的大將軍來的 那有個相傳的 真武大帝呢,在這個叫做,紫禁城 紫禁城呢,北偉線,就是向北那條線 因為紫禁城的正門是正藍來的嘛 就是五門嘛,推出五門站收過五門 而北偉線道呢,其實就是,就是向北那條直線 那相傳有一件事呢,就是紫禁城當時呢 就不知道收緝還是甚麼 在不是臨尾的時候,中段期間收緝啦 那因為意外又不知道怎樣呢 可能有些收緝的人,那些火種弄不適的嘛 哇,一大壞就著火 那就向北那邊一邊燒過去 燒,燒,燒,燒到某一個位置之後 突然之間火種它那個位置停了 那停了之後就沒有再燒了 那些人很奇怪啦 那後來呢,但是因為燒到這樣 你都要將東西慢慢整回來 然後才重新再維修 那在那個類似一個瓦頂上面 有一個圓形的物體 那拆了出來 原來發現了裏面呢,就藏著了真武大帝那些經文在那裡 那有些人就所以說呢 真武大帝呢,就會燒災嘛 所以就這樣來的 真武大帝呢,就去到那個位置呢 就和你擋住那些火這樣啦 所以呢,就有這個樣子 那而呢,我給我一張照片啦 寫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那個心就要想著真武大帝的發燒啦 拔劍啦,放光明這樣的意識去畫的 就不是我純粹的了隻字 因為這個沒有缺的,沒有符缺的 直接就是用這個觀賞的方法啦 那想完真武大帝這個位置之後呢 那就到北斗七星啦 那因為是北斗嘛 那北斗七星呢 那一個圈 兩個圈 那先後次就沒什麼所謂啦 因為他沒有說 也都沒有一個缺特別要怎樣念 那你就要這樣畫啦 那你喜歡畫了些圈先連線又可以 那這樣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他都沒有特別要求你怎樣 那其實北斗呢 因為他沒有提過北斗的缺 那我不說了 那純粹你就照畫出來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民間東西嘛 不是真的要整理到正要 好像某些派別呢 北斗七星都要有個缺在樹這樣 那我不需要理的啦 因為你用到就可以了嘛 你不要理他的缺 那之後呢 那到馮啦 因為你現在要真武大帝嘛 那然後呢就縫這個呢 寫了縫字之後呢 就先下兩邊符帶先 因為他沒有說左右先 他也都沒有說符帶的缺 那我們通常就照寫到這邊先 這樣一個圈 兩個圈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這個呢 不是拿過那些毛筆那樣 所以呢 這隻手沒得吊起 所以要分一分 那如果你們用毛筆寫 那自己可以吊手寫啦 因為我毛筆就會比較拉得好些 至少你拉條線都拉得直些 那寫完又就寫了啦 其實他的左右就是 是那條符的左邊 先左後右啦 好了 接著寫完這個縫之後呢 那就寫了符符啦 符符裡面就說什麼啦 就是北斗 升軍 驅逐邪魔 然後呢 那三個東西嘛 推病 盡量寫就寫繁體字啦 因為網友如果 因為呢 有些人那個區字會寫了簡體的 那但是因為你符呢 老實說應該要寫繁體 因為你繁體才是有障原文字的效用 像消災的樣子 那這堆字就沒有分左中右 你自己喜歡啦 那我們慣性而已 這個沒什麼所謂 那之後呢 這裏呢就有一堆東西的 那我就想細 分細一點點說 因為這堆就是裡面那個 它所謂的缺 那缺裡面了些什麼呢 它就寫著呢 就是公缺 公缺呢 它本身就沒有一個公缺給大家的 那但是因為公缺呢 在坊間其實都看書都有的 因為公字呢就是這樣 就是灰光灰光 我的公 四正啊 那通常念的時候呢 其實十天綱呢 有些用法就是寫十天綱 就是甲月 炳丁墓幾根 身任軌 就是一個公缺 叫做公缺 那你們寫一個公缺之後呢 就是念完炳丁墓幾根身任軌 它在那個其實它裡面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丟轉了 其實應該呢就先下一個斗 就是一個火斗先 那火斗的缺呢 它就寫 神兵神將 火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 那你就當跟照跟 不用爭拗了 不要有些師兄很厲害 在爭拗 因為它民間是這樣寫 我們就照跟它 因為你沒有學過神功 我們以靈神功的認識 只不過我覺得沒有理由 過假在那個斗之前 所以呢 公缺 甲月 炳丁墓 幾根身任軌 神兵神將 火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 這樣 它這裡還未斥的 好了 接著最後它就下一個架 那個架呢 它怎麼下呢 那個架呢 其實它畫呢 就是一動 接著一個八字 接著一橫 這樣就 兩邊 各兩點這樣 那這個缺呢 它就叫做 一動 天地明 就打八字 一橫 鬼延前 兩點 日 月明 這樣 所以呢 整個在下面的假的位置寫法呢 就是 甲月 炳丁墓 幾根 身任軌 神兵神將 火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 一動 叫做 天地明 一橫 鬼延前 兩點 日月明 所以你就會料到它這樣 其實可以再落個膽下去 不過它沒有寫 我們不需要 因為這些民間 那你就用民間的方法去做 所以呢 就學符 這樣學 可以寫到這樣 很多 逐個step的寫色給大家看 符子 記得用 黃符 就是諸書 紅色筆 紅子 就用 黑筆寫 其實隨你喜歡 沒什麼所謂的 通常黃子拿來化 因為 紅子 就是那些紅子 那些花 就很多灰 如果用來 喝 就整個灰 很多 黃子 就沒有那麼多灰 如果買黃子 他有佛具店 那些衣字店 你問他買符子 很大張 自己戒就行了 沒什麼所謂 就是民間東西 不需要講 因為我這些符子不合規格 這些符子 這些符子可以用來貼的 就不可以用來吃的 因為這些是染色的 那今節說一下這個 北斗破邪符 認識一下真武大帝 真武大帝的法照 很厲害的真武大帝 認識一下這位 帝座 可以有空上網搜尋一下 因為真武大帝 在我們叫做 中國的廟宇裡面 它是名列第三末位的 即是觀音廟 關帝廟之後 就到真武大帝廟的數量 數量很厲害很多 那不是我講的 這本書講的 這個叫做彭有志 有些網友喜歡看書 買這本書 他說的 真武大帝叫做元天上帝 有很多個名字 裡面有講真武大帝的故事 所以如果有些人喜歡 學一下這些民間東西 就有空可以買這些書看一下 不過這些書裡面沒有的 只不過是講一些神仙歷史 他又沒有講什麼真武大帝 他會講九天元旅 元始天尊 盆古初開 八仙 他都有講的 這次就是這麼多 介紹一下這條北斗破邪符 如果有些網友覺得 我想 是不是沒有吸引 那怎麼辦呢 其實如果用小小的 小小的神功認識去講 其實雖然網友是沒有學過神功 沒有拜師 沒有祖師 但是你行使得這些 這樣的道教符 你可以出那些叫做 又是那些上下佳佛具譜 有些印賣的 那你買個道經師寶印 因為我們 我們符 符當然要寫 那當然是我們符的三部 道經師 那他的印就叫做道經師寶 道經師寶印 那四個字道經師寶 那就一個印 那你就買一些不用珠沙 你們不需要買珠沙 就買那些 去書局買那些 一個那些好像叫做 紅色那樣拿來吸圖章那些 吸了它之後 那網友如果你說 我想寫定 那怎麼辦 開綱 他沒有講開綱的 沒有講要戳的 但如果你說網友 我想都好像做好一點點 那你可以吸了個印之後 頭尾也好 頭中尾也好 你喜歡一頭符頭符尾 符腹 這樣吸了三個印之後 那你就不要寫那麼少了 如果你拿開綱 那當然寫定一疊 整疊 十幾二十條 這樣寫好了 那去 例如去 那些 觀音廟 那些大廟 多香火的廟 那你就吸好印 你是裝香 自己裝香的時候 你就拿符在上面 繞幾個圈 繞九個圈 七個圈 繞完之後 就幫到符 叫做 叫做啟動它 可以拿來民間智慧 民間 可以叫做 有些特殊情況 可以用一下 不需要一下 特意要 不知在哪裡找個師傅幫你 因為你找個師傅 都不知道師傅什麼了 他收你一條符 又不知收多少錢 拘捕符是怎樣來 你又不知 所以學習 這些民間的東西 可以多個方法 自己處理問題 那訂閱我師兄陳述的頻道 下次再談過 看看想起什麼再談過 拜拜